在电影《战狼2》中除了老戏谷吴刚出演外 还有一位老戏谷也备受关注 这位老戏谷就是丁海峰 丁海峰在这部戏中出演的是一位海军舰长 也很符合丁海峰的形象和风格 作为老戏谷丁海峰很低调 也一直没有大红大紫 这和其不喜欢张扬自然也是有关 丁海峰出生于吉林 毕业于吉林艺术学院 其早年成名的电视剧是《水浒传》 丁海峰在其中出演武松 也因此丁海峰从此就和此类形象 结下了不解之缘 出演了不少硬汉形象 甚至成为了硬汉专业户 虽然丁海峰出演了不少影视剧 也有不少观众看到丁海峰 就会感到面熟 但丁海峰一直没有走红起来 一方面受到了题材的影响 一方面也因为丁海峰生活低调 在生活中丁海峰堪称模范老公和老爸 对其妻子是不离不弃 进入演艺圈多年没有出现什么绯闻 当初在出演《水浒传》时 还曾和戏中出演潘金林的王思怡 走得比较近 但也只是绯闻而已 只是这个绯闻让其妻子担心起来 丁海峰的妻子是一名幼师 在丁海峰成名后 虽然对老公十分担心 甚至还因此有了抑郁 身体健康也出现了问题 所以丁海峰在看到妻子这种情况下 就决定将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 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也好让妻子放心 如今 夫妻俩生活多年 依然恩爱 两个孩子也是健康成长